ViuTV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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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晚上好 歡迎大家來探訪今晚的講座 在課堂開始前,我們先起立 和潘老師敬禮 老師好 大家請坐 今日華裔講堂非常榮幸 請到潘鐵先生 來臨為我們分析第四季環球投資和風險 潘先生現任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 擁有英國萬次斯特大學的榮譽碩士資格 早年在多家知名投行及國際券商任職資金部主要交易員 投資總監及高管人員等 在投資世界曾經經歷超過10個以上的牛熊大浪 擅長捕捉轉角視 回舖是以配計的 潘先生曾經在2011年至2014年 多次獲得中金再線攀法的年度最佳廣股分析師 亦都在2016年獲得都市日報 和輔導財經合辦的港股王比賽第一名 全年投資回報是達202%之多的 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請郭師傅頒賞紀念品給潘先生 大家好 剛才介紹我的都是歷史 沒甚麼特別的 主要是投資世界日生月異 這麼多年 因為我都在投資世界這裏 都有三十多年 不要以為我年輕 我就不年輕了 見過都有十七個牛熊市 十七個牛熊市 大升大跌 其中剛才說的那些 甚麼中金在線那些 就是有些朋友 都是以前我一些舊行的同事 其實那時候我都在其中的幾年 全年的那一天的低位 我都有說過那一天 就是見底 今年 我都說中了 為甚麼會獲得獎 因為我是說中了 還有介紹了三隻股票出來 那三隻股票一個月升了一倍 幾次了 這些都是以前的事 當然這些怎樣認得獎 都沒有用的 說將來的 現在每個人都輸到媽媽都不認得 現在是說甚麼呢 誰輸得少 那些基金經理 全部的基金經理 我想你們的MPF 有沒有拿著現金 有沒有拿著保本增值的利息 有我 有就厲害了 有就厲害了 為什麼呢 因為市場很差 但是今天怎麼樣 今天 今天市場很好 沒有 有沒有買過東西 今天 有沒有買東西 你們都很理智 不是應該今天買東西的嗎 這是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些研究 其實不是說現在的 很久以前 美國都已經有些研究 說過 其實在股票市場那裡 有八十幾個%的人 都是輸錢的 有八十幾個%的人都是輸錢 有十幾個%的人 就是不贏不輸 或者輸少少 真正贏錢的人 只有1% 只有1% 那些是甚麼人來的呢 那些人呢 當然不是一般人 就是不正常的人 正常人是輸錢的 正常人呢 很多心理上的東西 很多東西 有很多弱點 人性有很多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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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譬如我現在 我也有開班講投資 我又有跟朋友 有時都會跟他們研究一下 講一下他們的 投資的心路歷程 有很多分享會 甚麼都有的 那我一直都會講 甚麼呢 人性有很多弱點 那些弱點就是 正正就令到你會輸錢 正正就是令到你會輸錢 譬如很簡單 就拿比亞迪為例 比亞迪之前 很久之前 不是說現在 兩年多之前 兩年前 是否比亞迪都是70多元 60多70元 那一炒 炒到上去多少錢 280 是不是 然後由跌 跌下來跌到多少錢 140 上去到280 跌到140 哇 那你都已經震到貓黃了 是不是 那可能都150 那裏 856那裏 就頂不順 就止蝕 那或者呢 就是坐到很辛苦 上來 然後呢 就沽了它 沽了它 又追回 追回之後又上去 然後上來 又溜了會 再落下 然後就坐在那裏 這樣就 Uzzi 呢 習慣了 對著 那條河 好像在小海裡 那條沙徐 ysiui 下溜了 真的長得嘔滅 就窗了 寂寞了 他不高興 就是 facilities 自己吃了 尬布 沒有心慌 然後 自己吃了 自己搞定了 有一天就說想吃什麼 我去做一隻雞回來煮個雞湯給大家 今天很開心 每天都是這樣 一天就很開心 一天就不開心 為什麼呢 就讓股市帶著自己的心情 上下下下 上下下下 那為甚麼呢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投資不應該是這樣的 這些叫什麼呢 這些叫吸毒 吸毒上癮 即是不吸不行 還有那些錢在袋子裡 那些錢好像偽咬一樣 咬你的 為什麼呢 你不放進股票裡投資 你不舒服 總是要把錢放進去 好像有東西會咬你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為什麼一定要錢 不可以放進股票裡 要買進股票裡 因為來想賺多一點 還有就是什麼 錢不值錢 沒有息 即是抗不到通脹 現在有息 早兩年就沒有息 即是錢就抗不到通脹 誰說的 誰說的 人家催眠了你 人家就告訴你 錢放在現金 現金是不值錢的 便會貶值的 你一定要投資 投資才可以回報回來 但他後面有沒有說 你投資會輸錢的 他沒有說這句 他就說了錢不值錢 一定要投資 但後面如果投資得不好 你會輸錢 他就沒有說這句 那你就聽了上面那句 錢可以賺錢 投資 後面那裡 輸錢那裡 你沒有聽到 只是選擇性聆聽 只是喜歡選擇那些 你喜歡聽的那些 是不是 所以人呢 是有很多弱點的 那些弱點就是一個 但不是表示這些弱點是不正常的 你是比別人差 你是正常人 你想想吧 80多%都輸錢的 全部都輸錢的 80多% 難道那些人特別差一點 不是 正常人 啊 輸錢 那怎樣才不輸錢呢 一個%怎樣賺錢呢 做個不正常的人 什麼叫做個不正常的人 什麼呢 逆思維 講也很容易 講也容易 誰不知道呢 媽媽女人 是吧 有鬍子的 老爸 是不是老爸 不知道是不是 總之呢 這些事情呢 講也很容易 但到自己親身去做的時候 其實呢 可能呢 自己都是這樣而已 今天呢 沒有出聲 其實可能呢 今天萬法點殺 殺了進去 買了些東西 不要出聲 不要跟阿sir說 就是 免得 乳皮 那 不是 今天都13億 今天都OK 有13億 是不是 那 我想跟大家講 就是呢 在未講過市展看之前呢 大家首先 要跟自己呢 做一下功課先 自己的心態 要做一個好一點的心態先 什麼叫做一個好一點的心態呢 我經常都講的 我經常都講的 我投資課呢 我每一次都跟大家講講 什麼呢 成功 是會要給做足準備的人 成功是給做足準備的人呢 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只講投資的 任何東西都是的 任何東西都是的 成功是給做足準備的人 如果你不做足準備 去做準備呢 到那樣東西 埋到來 你都不懂得抓住它 你都會因為 很忙啊 不閒啊 有些事情搞啊 有些事情做啊 有些事情搞啊 不閒啊 那就走了 因為當市 就講市為例 當市場跌到一個位置 很可怕的位置 或者是一個已經沒有興趣 即是木口木面不想看 機器也想擋爛它 不管了 那些正正就是一個時間 但當時間到的時候 或者去一個低位的時候 那個低位會停留多久呢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或者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多小時 只有這麼多 那些很厲害的位置 一下子的位置 那些位置 如果在那些位置 你準備定做足準備 研究所有事情 應該要問阿sir 應該要問阿sir 應該要問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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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問這個專家 應該要問那個專家 應該要問那個專家 當然 你問專家 那些專家 那些很專業的人 所謂的專家是專騙人家 還是專門告訴你 如何賺錢 專家是專騙人家 還是專賺錢 這些你不知道 所以 不會是專騙人家的 你很肯定是誰 知道嗎 不會專騙人家的專家 肯定是誰 不是 我不是叫你說我 不是說我 我可能也會是 你怎麼知道 是吧 自己 自己才是專家 自己才不會是專騙自己的人 是吧 你沒理由自己欺騙自己的 是吧 是吧 自己才是吧 所以自己要懂得有自己的主意 自己要懂得有自己的主意 自己要懂得有自己的主意 這個主意是怎樣來的 自己要懂得有自己的主意是怎樣來的 做功課 怎樣做功課 對 都有道理 這位同學也有心得 要計算價位 到了那怎麼辦 再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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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今天要抬出去 要計算自己的數字 要看有多少子彈 基本上都差不多 當然你要怎樣呢 你計算了一個位置 到真的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你再看看 聞一下味道 看看這個那樣 很多東西就做準備 去研究一下分析一下 檢查一下看看 為什麼呢 那些錢呢 是你很辛苦賺回來的 那些血汗錢來的 這些不是拿去 毫給人的 大佬請你吃一頓 吃十餐都可以 每餐吃一圍 請你吃十餐都可以 那些錢輸出去沒所謂 不是的 所以我們要 將自己的人 變成兩個角色 教你精神分裂 什麼叫精神分裂 自己呢 又是金主 自己呢 又是基金經理 你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基金經理 一個是金主 那你每做一個 投資決定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下 怎樣說服那個做金主 那個要給錢 你去投資下去 這隻股票裡呢 或者是這個時間 這個位置 為什麼要去投資這裡呢 怎樣說服他呢 我就是金主了 我就不輕易拿錢出來的 那你就是基金經理 你要說服我 為什麼要投資下去 那你又要兩個角色 精神分裂 你就要 既是做基金經理 又要做金主 那你是不是會穩陣一點 那很簡單 你錯過了 要不要輸錢 不用輸錢的嘛 那你做對了就贏錢 是不是 做錯了就輸錢 所以呢 這件事就要很小心 要留意 又是說sir 說說好意而已 鬼不知道嗎 那怎麼做都可以 是不是 那又有另一件事 櫃桶有沒有錢 有沒有賺錢 什麼叫櫃桶有沒有錢 就是說 你這個是你的老本來的 你的老本有這麼多 那這個老本呢 是我增加白銀呢 買下去呢 跌1%就輸1% 跌10%就輸10% 是不是 那在這樣的情形呢 那應該怎麼做呢 應該呢 拿一根出來 試一下先 賺了 放在櫃桶裡 賺了放在櫃桶裡 賺了有些錢了 是不是 賺了有些錢 那些錢呢 那些錢呢 就是賺回來的嘛 賺回來的錢呢 就可以拿來做 下一次的投資呢 可以抵上到部分的損失了 譬如我賺了10萬元 那呢 我買下去50萬的東西呢 那呢 如果它跌20%呢 就是10萬元 那我就不用輸了 是不是 那還有啊 投資是怎樣的 要不需要止蝕呢 覺得要 但是有沒有止蝕到 我會的 不是我覺得需要的 因為你贏回來 你贏回來是很難贏回來的 有需要 講義 又是做難的 拿著的時候 到跌下去的時候 人呢就很有趣的 又是另一個心理問題 什麼弱點呢 贏錢呢 就很害怕的 贏呢 就急急走的 贏就行 贏就行 贏一顆糖 跌下來 輸錢呢 就有很多理由 告訴大家 自己聽呢 不怕的 為什麼呢 之前贏過 不怕的 市場有多好 不怕的 什麼sir說的 看好 試過很多次的了 什麼sir 什麼sir 講完那一句話 就突然跌下去 跌下去 跌下去 是不是 這些又是問題 所以呢 每一次的投資 都要怎樣呢 設止蝕 我們做基金經理 我們做幫人去投資 市民 人家給 五千萬你 給你 兩個億的錢 你去做投資 兩個億的錢 是不是 兄弟大家沒有計 好了 信你了 給你兩個億做投資 你試下跌10% 兩個億 即是多少錢 二千萬 跌15% 即是三千萬 你試下那兩億 不見了三千萬 會怎樣呢 站開你十幾樓 說就說 相信你 兄弟 大家 對 對 然後明天 你們就做事 是不是 所以 不是這樣的 做投資 不是這樣做的 做投資 你有錢 那塊錢 那塊錢 怎樣去運用呢 你不是說 曬 我有 一百萬也好 二百萬也好 五百萬也好 一千萬也好 看對了 聽到什麼消息 聽到誰說 細塵劈圓咬牙切齒 說 可以了 一定可以了 無論什麼數據都可以配合 像今天這樣 電視又說 又說 又什麼 又什麼 市升 找一些好的因素出來說 又這樣又這樣又這樣 又這樣 所以市升 市跌又怎樣 不記得了 之前說的話 又因為這樣 因為這樣 因為這樣就跌了 還有 這個降升 那個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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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船都是降升 沒什麼的 跌下來大家都看不到 但這些問題所在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心裏面 有個數 自己要怎樣 要觀察 大佬 按個按鈕就賺錢 那麼容易 按個按鈕 那麼簡單 那你就各個賺錢 誰會輸錢 對不對 那你當然是有人輸錢的 那通常誰會輸錢 那當然是散戶 割韭菜 被人割韭菜 所以呢 一定要 自己要懂得控制風險 控制風險 要怎樣控制 啊 跪筒有沒有錢 跪筒怎樣賺錢回來 假設你有五百萬 那你看正確的市場 那你怎樣投資來 拿少許先 不是試水溫 是試滾錢 踏石仔 沒有錢 袋子沒有錢賺 還沒有錢賺 還沒有錢賺 還沒有錢賺的時候 更加要小心點 為什麼呢 還沒有錢賺 還沒有錢賺 還要小心點做 小心點做呢 選擇 當他贏便選擇 叫掛力 宣傳 現在贏 之後便爭 這樣就換上去 先背負 是否懂機器 不買菜就走了 去玩吧 不是 夾十部機器 不做事而已 無意也可以 為什麼一定要每次落錢贏才叫贏 那你先無意一下 贏一下輸一下 先摸對方的步伐 摸對方的節奏 拿對方的時間 如果你一直做幾次都會輸的 即是怎樣 你的入市時間錯了 即是你的時間錯了 是不是 時間錯了 入市時間錯了 這樣是否應該反省一下 那沒理由 你以為去蒲驚嗎 去蒲驚賭錢 輸了怎樣 買大一點 再輸 再買大一點 都輸怎樣 怎樣 喂 借夠錢來 那就好 那要押著回來拿錢 那就出事了 是不是 不是這樣的 曾幾何時 我們畢業的時候 我初畢業的時候 我都去蒲驚賭了一年錢 我告訴你 我賭了一年錢 所以賭了一年錢 但是我是贏錢的 我是整個過程裏面 我是七成多的 是拿錢走的 所以到最後 整個年多之後 我就沒有玩了 沒有玩了 但是我拿七成多都是贏錢的 我怎樣贏回來的 為什麼會去澳門賭錢 都會贏錢拿錢走的 為什麼不是多數輸的嗎 所以呢 這個是說風險管理 就是怎樣可以 控制到你的風險 那控制風險 怎樣控制風險 那賭場是什麼 賭場是偏滿的 是不是 我看了 你都要進去 你都可以 就是 做了鱷魚上面 那隻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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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鳥 要有技巧 股市 投資世界都是這樣的 一樣的 為什麼 為什麼股市 那隻股票會升 不是 為什麼股票 股價要升 為什麼 多人買便會升 多人買便會升 少人沽 多人買便會升 為什麼下跌 多人沽 沒有人買便會下跌 是不是 很簡單 說很簡單 但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什麼人買 為什麼買 買多久 這些都影響那個價錢 現在很多股票 怎樣 很便宜 超值 但不升 為什麼 沒有新錢來 沒有新錢到 沒有人買 是不是 沒有人買便沉了 很多股票都在那裡 舊有的那些 拿了那些 那些 很失望 有些又走 抬它出牆 有些又走 躺平抬它出牆 沒有人買便會再下跌 是不是 所以很多股票 現在香港很多股票 都是下跌 下跌 下跌 你說抵不抵呢 連飛錶 扔出去 很多隻都中的 都是抵的 都是很便宜的 派息派得高不高呢 很高 派息又派得很高 每隻都很值錢 很抵的 超值超值 但是為什麼不升呢 這就是錢的問題 是不是 又解釋了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股市 就是說 最近 這兩年 為什麼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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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回 這兩年 這兩年呢 2020年 2020年 頭的時候 油價大跌 是不是 跌到負幾十元 然後美國就出來量化 是不是 特朗普 特離譜 就是這樣 扔一些錢出來 銀行準備金 存款準備金 率 降到零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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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一宣布 我就說 嚴重了 那些 美國銀行 都會破產 啊 存款準備金 都不用了 零啊 降到 但是呢 我一睡醒覺 就不是啊 哇 好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全世界都拿著美金 全部的國家 外匯儲備裡面 有五 有六成都是美金 那就是說呢 他怎麼搞呢 那些美金都不會散的 沒有人會把他的債系丟掉的 他不會變成南美洲國家 那就是大家陪他 陪跑 那他印銀子 那就是說呢 那股市呢 見底了 沒得跌了 沒得跌了 見底了 當時我都嘗試想他會做什麼方法 在他還沒見底之前 扶幾十元呢 那些債有機會違約 那些油的債呢 有個骨體效應啊 會爆啊 會影響銀行啊 很多的東西 但是呢 當他做了這件事之後呢 我們都估計他會做這件事的 而呢 還有 他都還沒做到最狠 最狠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他再跌的話呢 他就不用了 就是說呢 原本呢 那些銀行的信用呢 借錢呢 他要用抵押品的 他可以抵押品都不用了 簽個紙就借錢給你 印銀子給你都可以的 那股市再跌呢 他就印銀子去買股票 發揮那些美金出來買股票 那就是沒有事了 因為他都說了事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那隻鷹了 夠厲害了 最厲害他了 因為他的祖先呢 最厲害 拿了美金做國際結算貨幣 大家呢 喉嚨被他捏住 喉嚨沒有聲出 他想怎樣又怎樣 那所以呢 當時呢 這樣一出的時候呢 我猜呢 點了 升了 那我就試升了 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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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升上去呢 就對華政策又理了 打了 打呢 自從打之後呢 就一路落了 是不是 由這個上面這個位呢 一路落 這裡呢 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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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在去年10月升到今年22000多的農曆年 在10月尾打后 11月、12月、1月、2月 即是三个月的时间由这里升到差不多9000点 有没有买到东西? 没有 就是这个问题 成功会怎样? 给做出准备的人 即是大家没有准备好 没有在这里盯着 如果你在这里盯着盯着 随时都做尽准备 就算不在这里入到 你在晚6点也能入到 你都会入到的 或者你看我的视频 你听一下潘sir说 在那天10月31日星期一 你看看我youtube的视频 即是娇阳财经那里 好像是卖广告一样 娇阳财经那里 你找回视频 你会看到的 我有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沽货 市场的大的期子仓 平了很多 转回去下个月 有机会见底 升回来 当你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 天天都没有这样说 全部一直都没有说 突然有一天这样说 而 当全部都 一直都没有听我这样说过 而又听到我这样说的时候 是否你都要看着它 你都要看着它 那几天 我天天都没有这么早起床 就是那几天 我凌晰早起床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就坐定定在那里 八点多九点就坐定在那里 那为什么呢 准备 成功就被做出准备的人了 一瞬间 它升到很快 这个是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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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日线图 其实呢 它是这样的 它都有好几天 这样升上来 其实呢 你这里画一条线 这个下降轨道 就是这条线 在顶那里 每个顶 就连着 那就画到这里 是不是 其实 都升穿了 我那些影片经常说什么呢 做股票买卖呢 做股票买卖呢 做投资呢 就买升 不买跌 跌下来的时候呢 不买的 跌到不跌了 开始升回上来了 而升回穿的下降线呢 下降线就在顶上滑下去的 升回穿的时候呢 就会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不知道哪里是底 你不知道哪个位是底 为什么你会不知道呢 不是说 看下那些PE多低啊 看下那些食口高不高啊 看下整个外围啊 很多的状况啊 底下 才做事嘛 是不是 那就是基本面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什么呢 刚才说的 什么呢 为什么股价会涨啊 钱 多 钱 多 钱多 融入去买东西 那些东西就涨了 没人沽嘛 为什么会跌呢 个个都要去沽嘛 拿钱走嘛 个个都要沽了 那没有人买了 就跌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虽然说 基本面很紧要 股价率高不高很紧要 但是你都要看下 整个 资金情况是什么情况 资金情况是什么情况之下 再留意了 基本面 整个基本面是怎样 整个状态是怎样 之后 才决定 是不是对 但是最紧要的 你这里呢 已经看到呢 它是有个这样的变化 这个是日线图 如果周线图 一个礼拜施一支阴阳烛 周线图 你这里是否一路跌下去 是否每个都有一个高位 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高位 一个高位比一个高位低 你把它连续 全部连续 是否好像直不勒 这样下去 连续之后 这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 就是10月31日到11月4日 那个礼拜 这个礼拜 11月4日 这个礼拜正正就是 升穿下跌的整个趋势 是不是 这些叫买升不买跌 这样才去买 那就反过来 沽跌不沽升 有什么叫沽跌不沽升 一路升上去 你拿了货 它都没跌 这里上去 就不太斜 这里上去又斜些 这里上去更加斜些 是不是三个斜度 明白我说什么 第一个斜度 是这个 第二个斜度 就是这个 第三个斜度 就是这个 粗略地说 很多时候 是事不过三的 升 初初没那么斜 跟着斜些 跟着再斜些 为什么呢 那些资金的力量 是越流越快 越流越多 进去的 跟着流到进去 就去到近乎疯狂了 个个都认为要升的了 升回上去 所以就去到很斜 去到很斜的时间 第三条线 再斜些的时间 这个时间 是最危险的 通常越斜 回来那一下 就越快的 你看一个星期跌了 这么多 刚刚就是农历年 我记得那次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是过完农历年之后 那一天 我就叫大家买 红症 50040 嚇到鼻孔都没肉 为什么呢 应该是22748 50040 还在这 这种东西 看 22748 收回的红症 当时最高 去到227 就不上了 如果再上多几十点 就收了 这种红症 当时这种红症 只有仙几 仙几 仙几 去到现在 四毫多 多少倍 三十多倍 就是 一万元 变三十多万 那当然 这个也是 又好像认叻 那样 是另一样东西 有证据的 你再看就知道 所以 我告诉你 就是 你 看市 就要懂得 做准备 又要看市 不要说 未有什么突破的时间 就去做事 好 好 现在